深夜在這裡和大家繼續 我的北京軍事行動 今天是9月30日 能夠出席國宴是非常榮幸的事 今天是李克強總理 他國務院擺放的這一場國宴 都有兩百多維妹 會唯有九人坐在那裡 大概這樣 都有一千八百人 出席這個宴會 我很早到場 因為他五點半 很準時開始 事先告訴大家 一定要早點 四點鐘要入座 兼且坐得定定 還有不可以帶相機下去 但是我已經放了我的相機 所以我沒有拍到現場 但是適職在場 也有一些朋友 他有相機 有他的iPhone 他沒有被 所謂叫做要求放在這個 住物櫃裡 所以我也有一些照片 找他拍 但是他還沒有WhatsApp給我 簡單說一句 這個宴會 非常之OK OK的意思就是very good 去年我就有機會參加喬宴 今年參加國宴 他們兩個規格是少少不同 因為喬宴是由他們的政協 連同幾個部門和單位 包括統戰部 港澳辦 喬辦 台辦 等等一起搞 那個就集合在海外華僑 港澳同胞一起坐在一起 聊聊天 吃個飯 至於國務院那個 另一個規格 他也會特別嚴謹些 包括相機 手提電話不准帶下去 要放在儲物櫃裡 所以保安程度高些 今天就由李克強 他是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他就招待 其他的常委 當然有習大大 主席也有出席宴會 他就不需要說話 他純粹是出席嘉賓 張高麗就做這個MC 他就介紹李克強上台 講一下他的演詞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演詞 這一篇演詞 都有成 五版五四中二十 都有成兩千個字 這個演詞 裏面有幾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他說 六十八年的短暫是一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六十八年 看起來好像很長時間 但在歷史的長廊走起來很短的時間 所以根本有很多事情發生 在這麽短時間裏面 可以說是訊息之間的事情 但當然在這段期間裏面 出現了我們的海闊 波蘭壯闊的社會主義革命 在共產黨的堅定強大的執政下 將新中國打造出來 推動全面的改革開放 四個現代化 現在也講到有些名詞 我都不太了解 例如說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因為現在開了接近39年的改革開放的政策 要先讓一小部份的人富起來 然後慢慢又將整個社會 國家裏面的情況裏面做個調整 所以那個叫做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 就是在於要怎樣調理一下一些事情 在那個供求的問題 令到社會的配給方面來說 還有大家發展的機遇 是拿得更加平衡一些 就不要富人富就越富 貧就越貧 最重要就是整個國家政策 在改革開放來說 最重要是解決了溫飽和脫貧 這兩個基本的問題 所以李克強總理在他的演詞裡也有講到 人民的水平 生活的水平持續提升 脫貧攻堅成效明顯 這個就是新中國來講 能夠可以為現在的13億人口 能夠可以有一個富庶一點的生活 安穩一點的生活 這個絕對不容易 有時候你自己搞個小小的party 要帶一百幾十人去旅行 兩部車這樣說 你也有很多工夫要做 很多籌備 你什麼都好 你不要看別人做 就在這裡指手畫腳 平頭品足 就說這些很容易 管理一個小小的旅行團 你都是前後 上下各方面 都要去顧及做好周長計劃 又要考慮到團員的出入平安 他們吃得開心 吃得舒服 玩得開心 所以要照顧他們的感受 還有 玩這些旅行團 你又要便宜 又要漂亮給它 稍微有一點 不太達標的話 就劣平如潮的時候 你又要吸收經驗 還要很謙虛地聽別人的意見 希望下次可以搞好一點 當然大部分的支持者 他們都不會如何催毛求疵 但是始終你要幫他們做事 或者帶他們出外的時候 你都會兼顧這麼多事情 從這些小小的社會的工作 和這些活動 你都體驗得到那種難度 如果回頭看 整個中國13億人 你要照顧他們 要脫貧 嘩 談何容易 但是 托賴 Touchwood 中國是在1949年到現在 的確是有長足發展 在過程裏面 不是完全完美 不是完全完美 有很多東西都是 可以說是 正如鄧小平 偉大的設計師 做這個改革開放的 他那裡也是說 摸著石頭過河 完全不會說 有100%肯定 但是算過一條數 應該要這樣走的時候 大膽地去做 這個就是 1949年到現在 的確是有這樣的進步 當然他也提到 建軍90週年 建軍90週年 就是解放軍 這個 槍趕子出政權 這個不是他說 不過向來大家都知道 權力就靠一個持續的 一個強大的軍事 還有一個武力 來去支配著 這個是很現實的一種 的做法 當然在西方國家裏面說 不是我們 不只是靠軍隊 我們要靠一個法治 靠一個國力方面來說 要得到文化水平高 還有國與國之間的尊重 替結這些條約 互相去照顧著 尊重等等 這個西方方面來說 他就說得是 可以dress up 容易一些 去講述表白 但是實際上 最歸根到底的 都是 如果你是若國 何來會有外交呢 你跟很多地方 國家裏面簽署的東西 如果你自己是差的話 個個都會 就好像阿鷹那樣 不刺你也算笑 所以這些國際協定 都很現實的 看你的國力夠不夠強 你不夠強的話 你簽一百張 別人都當你是臭死 所以 以共產黨他們說 槍趕指出政權 這個是很活生生 是很現實的一個說明 西方的就會比較 還要上一個層次 他會穿多件衣服 粉飾一下他 但是兩者之間 實際上 也是同一樣東西 就是權力的問題 以美國來說 他也要維護自己 西方國家裏面任何都好 以美國來說 特別是說 是要說 national interest 要講國家的利益 國家利益就是大於一切 他可以是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可以殺人 不見血 也都不斬眼 現時美國的 他們那些 叫做Droom 就是那些無人飛機 駕駛這些 以及控制這些無人飛機 大派用場 上戰場裏 殺人 殺阿蓋德 或者諸如此類 那些 完全就好像玩遊戲機一樣 總之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一個這樣的理由 那個總統就可以簽署 叫殺人令 派無人飛機 飛成幾百里以外 去按兩下飛彈 就可以將你消滅 那這些全部都是 他做得他們這樣的能力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國力 沒有這樣的武力 又怎麼可以去維護他自己的 所以這個就是 看看你怎麼去演繹 但是 以大陸的 和共產的那些 就比較是 很率直告訴你 這個就是這樣 不是說他們錯 他們是很直接告訴你 這個就是現實就是現實 好 當然 在他的 speech裡面 也說到 一國兩制裡面 必須要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因為一國兩制是 我們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解決了社會主義在內地 經資本主義在香港繼續進行 五十年不變 這個就是我們新中國 想出來的一條絕世好竅 是將大家的社會的背景和有差異的 就彈求可以是和睦共處 還有尊重對方的歷史背景和立場 來度出一些叫做compromise 那一國兩制在現在來說 他仍然有很強的生命力 當然有很多人當然會 會詛咒一國兩制不成功 以香港的導彈分子那些 就很希望 其實他們很矛盾的 他現時在享受一國兩制下面的 那種自由 言論的自由 法治的精神 和民間的權利等等 但是他們又做很多事情 就衝擊這個基本法裡面的主要的支柱 所以究竟他們這些是什麼呢 是不是撩鬼拿命呢 真的我就不清楚 不過上次張曉明都說過一句 就是因為在現時的基本法下面 和在中國的高度的包容下 香港可以有這麼多人 不是很多 就是有部分的 持反對意見的人士 都能夠可以充分享受 那個言論自由等等 而是不受到那個追究呢 這個展示出就是中國的那種包容度 即是換句話說 基本法呢 那個成功呢 也都給到我們現時的生活 一個最大的保障 哪怕是內地的那個政治 制度和香港不同 但是我們都是要互相要明白 建基在現時這個一國兩制下面 一個強勁的 有生命力的話 大家不要將它去扼殺 所以當我們要享受這種好處的時候 要懂得去外護它 要去維繫它 所以這個就是 要有一個強大的生命力 要展示出這個一國兩制的 就是它自己的特性 當然這件事就是要什麼呢 當然一定要承認 是一個中國前提下面 那才有一國兩制 如果有人又說要拿著基本法 有時候彈弓手 對它有好處 就承認基本法 但是它做的事情 就是在衝擊那個 基本法最基本上的精神 然後又要搞那個什麼呢 就要港獨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在李克強這個speech裡面 沒有提名是港獨的問題 反而就是要防止台獨的問題 在中央政府來說 港獨的問題 不是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 他只不過覺得 這個不會怎樣造成一個最大的影響 這些會完全是在掌控當中 現在不是說香港的港獨的問題 是要污式 只不過是港獨的問題 不會說情相大桌裡面談論 這顯示出中央對這個問題方面來說 是有把握 反而台獨方面來說 始終台灣大 人口多 他隔開那個台灣海峽來說 都圓 以現時的中國的國力 和軍事力量來說 科技等等 是可以克服得到 或者震懾得到台獨 但是始終如果要做到台獨出現的話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創傷 中國現在需要一個穩定和平的發展 才可以 以前就說韜光養晦 現在要繼續搞好 政治和經濟和科技的發展 這裡最重要是一個和平穩定的局面 所以中國現在要搞的一帶一路 無論它走回復古的絲綢 或者走海上的絲綢 然後包炒出去都是要搞一個突破 就不要被人圍堵 將來有任何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在能源的供應 物資的供應 資源的供給等等 如果被人可以封殺的話 我們的生命線就會吸吸賀危 所以一定要搞好一帶一路 這是國家的政策 同樣要推出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時候 也是將經濟的肌肉去展現 以及去紮實一點 來鍛鍊好它 這個經濟就講錢 人民幣 出去了國際上 現在已經成為SDR 佔了大約4%至5% 但是如果再潮上去一路順順 因為美元仍然佔了大約七成幾八成 如果我們現在才只有5%和七成幾八成的 佔有率 所以還有很漫長的路要去闖 這些我們明白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現在我們不是韜光養晦 是需要打造自己更加好的經濟的基礎 這裏當然不能夠打仗 所以這個 肥仔金 還有這個 特朗普特朗普兩個最近 因為 在聯合國裡面 特朗普特朗普就說要消滅北韓 肥仔金就不理他那麼多 繼續放火箭 不是放毒箭 也不是放飛箭 是放火箭 所以特朗普特朗普就形容 這個肥仔叫做Rocketman 總是在那裏亂放箭 但是肥仔金都不肆虐 就罵這個Donald Trump Trump 說他叫做Dontat Dontat的意思是什麼 原來是一個古字 就叫做 是這些老而不 兼且思想 就是於父或者已經開始老退化 所以形容就是 Donald Trump Trump就是Dontat Dontat 就是Donald the retard 這樣 這些地區性的 就是有種政治緊張局面出現 中國來說 又怎麼能夠自身於事外 但是只能夠盡量 在這個劍拔老章的情況下 盡量要行一個中庸 而且不要潑火 廢鬼市在旁邊搞出一個大頭盒 如果真的在旁邊打仗的時候 中國一定會受到牽連 就是前門失火 央及遲遇 所以在這個情況裏面 南海的識別區 和南海的識別區 和現在南沙群島的局勢 都是就著來做 但是能夠維護自己的尊嚴同時 也都會懂得怎樣去有分寸 所以現在中國在朝鮮半島 釣魚台的小義絲 偶爾把兩隻海巡船 海監船還是海巡船 就去踩一踩過去12公里 就是海岸線 日本人說 那個釣魚台是他的 就是尖角烈島 中國在這方面 也懂得展示一下自己的實力 南沙方面 我也猜了你 我已經做了一個大型的島 變成一個固定的海上堡壘 都已經有幾個 就變成一種航空母艦 是不是 這些在穩步當中 來鞏固自己的實力 和站在自己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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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點上 是有利於國力方面 有一個展示 可以給人看 如果你要我亮劍的話 我毫不猶疑 但不是事必要 我就不會隨便亮劍 這個也是 國家裡面 建軍90週年 中國在這方面 都很有信心 也都支持 一國兩制 有強大生命力的制度 希望 港澳同胞 就會有一種歸屬感 有一種愛國的情懷 最近澳門來說 就是因為打風 搞到周邊的情況 風災之後 要去維護的確很困難 今天有幸 我在國宴上 和澳門的治安廳 警察廳 那些局長 坐在一起聊聊天 原來他講說 幸好有解放軍幫忙 因為他們一個人等於我們三個人的力量 又這麼厲害嗎 是啊 因為他們的設備真的很好 而且可以拿廣東省的解放軍資源下來 去清理了現在 當時打風過後 那種狼狽情況 有些報紙裡面當然有誇張 設備不足 澳門的消防 還有警方那裡 最後救援設施不足 所以拿些小刀出來 還是小鋸出來 鋸一些木 你想想 跟別人那些 用電那些 還有大型的推土機 把那些垃圾清除 是差很遠 所以他說 解放軍幫忙處理這個線後工作 一個人的能力等於三個 這個不是誇張 第一次聽到 就是我們的澳門朋友 他這樣講解這件事出來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這個加強了就是 港澳台方面 喬毛 特別是對港澳的工作 中央政府是非常高度重視 在這次李一強的演說裡面 有很多地方都談到這個 港澳同胞 我們和香港 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這個方針 是嚴格的依照 憲法和基本法來辦事 支持香港 保持長期穩定繁榮 這些說話 連年都會有 但是今年也沒有少 還說多一件事 就是澳門打風之後 不夠人手 去恢復社會的現狀 他們毫不猶豫 再要求一下 立刻派解放軍去幫幫忙 這個speech也有講這裏 當然也有講 展示國力方面 也有提到 今年舉行第一次 第一屆的 一帶一路的國際會議 在廈門的高峰論壇也做了 跟著break 那個meeting也做得很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是不斷地弱升的 社會的公平正義感 指數也有所上升 依法治國就是現在國家的理念 維護企業和群眾的合法權益 這些種種種種種 都是絕不可以忽視 當然要提升全社會的道德水平 講清楚 特別在這個道德水平方面 和文靈的素養 都要下很多精神和關注 這個很好 以前中國窮 很多東西不是想不做 但是有時候資源不足的時候 你也要計算一下有哪些東西 是有優先權先做 現在已經富有了的話 是搞這個文明素養和道德水平 這個是一件好事 相反看我們香港 剛剛幾個禮拜前在大學裡面 就是一班學生搞這個港獨 暈倒閉就是什麼 整理 Κ戴指震 我為什麼才在 этим 而且是在我們香港 瞭解宇的 和文明的素養 似乎真的有退步之嫌 而相反內地在這方面 是不斷地關顧 和打造好 究竟我們以香港一國兩制下 有我們自己的制度是要朝著進步去做 還是退步去做 這個顯然意見 不用問阿貴 一定要做好他 這個就是這樣 我也是很高興 有機會再上一次天安門的城樓 15元上去看 值回票價 這張票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相當不錯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北京的話 不要嫌他煩 上去天安門的地方看看 上面也有一個 有個原格講一下天安門的 那個興建的時序 維修 是不是 故宮的維修 我看到他1617年輕建 剛剛今年就是2017年 換句話說 是有成 1617 就是有成 剛剛好 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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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年 是嗎 六百年沒錯 六百年 不是1617 不是1617 是1417 sorry 1417 有七百年的歷史 這個就是相當偉大的一個 一個皇宮的建築群 這個天安門的位置就是北京的宗族線 中國人有很多智慧 尤其是風水方面講的學問都很深奧 建整個皇宮 這個紫禁城都是匠心獨運 做得是非常之靚 那我就看一下那裡 講這個五四運動一號 就是新中國去到現在的主席習近平 他這麼多代人 一路怎麼去做 那麼其中五四運動裡面 另外有一點點感觸的就是 當時是反對這個日本 那麼九五四運動出來 也都是有成十四間的大專院校 大學和那些大專院校 學生會簽名聯名 去抵制這個杯葛 還有抗議日本人 這些不公平的條約等等 但是這件事就echo回去 我們最近香港就是因為 在大學裡面搞港獨 十間大學的校長 就聯署聲明就是說 學校不鼓勵 也都是一向以來 是立場很清晰 就是不鼓勵 也都不支持這個港獨 所以簽了一個聯合聲明 是薄薄的弱弱的 不斷地講出來的立場 誰知道呢 十三間院校的學生會 就是還托 寫回聯合聲明 還是水蛇詩那麼長 簡單說說 這個是他們的學術自由 這個是他們的言論自由 說這些話 你這樣屈服是不對的 哇大佬要說什麼 你看看那個反差多大 在五四運動 我們那班學生全部是愛國的學生 為國家的立場 為國家的利益 當時的政府做事是不宜不公義 那學生起身就是反對 那今天呢 那他們是批評什麼呢 又是批評香港的政府不公義 是不公義在哪裡呢 是不是給得多些錢他們讀書 讀到他們的腦瘟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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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 搞不清那個方向什麼叫對與錯呢 在那個道德水平方面來說 講一些帶毒冷血的說話 是竟然沒有人去評擊的 而那班學生會長還是支持 還可以說粗口說得很流利 道德水平甚低 然後就是亂來 然後校長叫你們那班傢伙乖仔些 不要搞那些港獨 他竟然可以簽了名來去反駁校長 剛剛那個世界好像跟他倒轉了 就是逆線行車的這班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個個都會覺得很奇怪 你自己竟然不認自己的中國人要去中國化 是因為他受了什麼毒呢 因為中國化就是等於共產黨了 共產黨的話就是等於中國化 所以我們不愛共產黨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中國化 這個邏輯他們那班傢伙就是 有人是這樣去 去誤導我們的群眾 誤導我們的年青的群眾和學生 現在的學生實際上 是被victimized 被屠毒了 他們可以說是受害人 誰要播毒 誰要繼續這樣去洗他們腦呢 當然一定是那班必有用心的人 所以我自己講一句 就說對這個港獨 是不殺了那班傢伙 怎麼可以呢 因為我in that context 當時我當然氣憤憤 第一 不是說那種東西的時候 不是說喊得喊殺 只不過對港獨這件事 是義憤填空 這種是明知是錯的東西 我們不能夠接受 要加以去拒絕和取締 所以殺無射在這樣的情況裡面說出來 當然不是說去殺氣騰騰那個 但是有人就是在這裡無限地去放大 這些人呢 就真的別有用心 所以我就說 哇 香港輕民自慾 香港輕白色恐怖 香港輕搞這個叫做 這個 文化大革命 這一班這樣的 小紅衛兵 或者是後面那些什麼人幫 那些什麼人都不幫 那些人只是害人的 搞亂了香港整體的情況 那你想一下是不是很令人氣憤 那我就被那些爛鬼記者問多幾句之後 大哥我已經答了你不是 他在這裡死了 我就頂他 如果你真的要搞港獨 不要忘記 台獨如果他真的要宣佈台獨 中央政府已經講明了 一定會打你 你搞台獨的時候一定會打你 打你的時候 你以為只是請你喝茶吃個包 打你就打你 打你的意思就是說 要將這個 令中國的領土分裂 分割出去 那麼在這種情況 你還不是敵人 還不殲滅你 是不是 何止殺無射 那真是要殲滅戰 那麼在這種情況裡面 這些事情他們都不明白 或者他們明白 都假裝不明白 來製造一些無謂的批評 這幫批評我的人 一句都沒有批評港獨 代表他們支持港獨 批評我 講話那些說話 是不恰當 有鼓吹武力的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實際上這幫人 是包庇了 是那些 打獨冷血的說話 包庇了那些 學生 用種不戶 這種粗皮的說話 去表達 這些人 其實心腸 真的很不對 好了 那些藝學者 也是同一樣 也不會告訴別人 是對還是錯 只不過是 經常說 同理心 同理心 同理什麼心 同理是 去壞了自己的心腸嗎 這些也是很差勁的 所以整個香港 有這幫人在搞搞震 那你說我又怎麼會不義憤填空呢 我搞個集會就是 反港獨 反冷血 反魏學 撥亂反正 隔走戴耀廷 就是這個精神 整個黃媒 是不會談這件事 就是講何君堯殺無射 我再跟大家在這裏講清講楚 實際上今天吃個國宴 我們看到一種大的格局 大的氣派 如果現在中國是有這樣的路 要繼續走 走條路的方向也正確 那我們作為香港的知青 和年青人 要開拓自己的領域 沒有理由將自己的視線 和選擇要搞得這麼狹窄 所以一定要有一種大的氣派 一定要了解到國家的發展 和世界的世界觀是怎樣 有些人他直接連國家都不回 因為他覺得共產黨站著的地方 我們就不去了 免得要為他來打氣 或者承認他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錯誤 是不是 哪個人執政都不要緊 最重要他是執政的時候 為整個國家 帶來一個正面和有進步的成果 我們都會去支持他 這個我們就平情而論這樣講 是不是 OK 今天就跟大家講 就是 今次上來就是 出席國宴 而且還有見很多朋友 我也去過看一些高薪科技的 講太陽能的 對我們香港有些什麼幫助 實際上這些是 很有成就的企業 如果可以的 然後我也會帶一些年青的同學 去看一看 是很值得去學習和了解多一點 至於還有些什麼呢 在法律方面來說 以法治國 正好我也都跟 那些律師朋友 講一下現時的那個科技 我們怎樣善用這個 網上這個平台呢 可以提供便宜靚正的法律服務 會營造得到更加 設立實際需要的便宜得來 也都很有效的法律的意見 給予民眾 那這個在內地裡面 就已經是類似於 好像打的士 用軟件去找的士 以及將價錢定好它 路線怎麼走 類似這樣的概念呢 適用於在這個法律行業裡面 提供一個法律的便利給市民 又可以隨時找得到專業人士 幫自己解決一些法律的問題 而同樣呢 同時呢 就給的錢 不會覺得好像比天高那麼貴 所以這些呢 也都是在我這次的北京之行裡面 由28號到明天 下午三點鐘我也都會回香港的了 那明天還有同一個大的 地產發展商 那些老闆呢 就吃個早餐 希望可以就 就在這個房屋居住等等的問題裡面 也都是可以參詳一下意見 因為香港現在也都是 我們林鄭月娥特首領導的新的班子 也都是在那個土地供應方面來說呢 是很關心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內地裡面 尤其是這個北京 整個大的地方裡面 由飛機看下去下面呢 他們的高樓大廈 就是密麻麻地佈著整個北京市 那種情況呢 他們都做得相當不錯 但是 我們在這麼小的地方 一千零 你當一千一百平方公里 在那裡 我們要怎麼製造我們的土地出來 去解決我們的居住問題呢 這個需要智慧 還有要很大的決心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 滋意行難 但是我覺得就 總是要去做 總是要努力去探討 稍後我會再跟大家談談 究竟港英時代的letter B那個計劃呢 是不是一個土地認可證呢 或者土地交換的權益書呢 這個會不會是應該重新去引用 而解決了我們的土地開發的過程裡面 所面對的困難 換句話說 你給一個合理的補償給原有的業主 原有業主 他會把他手上的土地釋放出來 去給公家去發展的話 那個難度減低 相對我們開發土地的時間會短 還有可以符合得到 我們自己香港的實際情況的需要 那今天跟大家講了這麼多了 時間已經是12點40分 不覺不覺的 是講這個國宴裡面 李克強的speech 那個演詞 有些什麼訊息在裡面 而反映我們香港應該要定位怎麼做 我們香港年輕人應該要怎麼去爭取 我們現在這個機遇 在一帶一路的情況下 我們又要怎麼搞好它呢 我們又將我們一國兩制裡面 既然我們在享受現在的好處 好不好不斷地衝擊它呢 這些值得我們去思考一下 不要只想起這麼多 是沒有建設性的東西 你要在網上攻擊人的那些 有些打手喜歡這樣做 我覺得大家都是互相要尊重 要做一些實事的事情 看看世界 看看自己的祖國 再看看自己 拿一塊鏡去看看 自己有沒有進步 好不好 國家有沒有進步 世界上有沒有進步 你尋找的答案 很顯然意見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答案出來 確保自己是怎麼進步 今天何君堯在這裡和大家談了這麼多 我不回應 軍事行動之有很多comments 因為我不想妨礙大家 早晚了 好嗎 早點休息 在這裡和大家談了這麼多 北京之行 北京的軍事行動 今天到此為止 我們仍然會撥亂反正 隔走大妖庭 我會繼續去做 Thank you